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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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like running for my life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玩拉維爾 拉維爾這命雄呢說 把我就能贏這句話是毫不誇張的 是遊戲中最強的大核心之一 在發育得當而且有保派的情況之下呢 甚至不用特別多的策略 跟著我們的凱撒先鋒或者兵線呢滾進去 就像一顆死亡血球 那我們從他怎麼玩開始 核心魔紋 核心魔紋呢這一代小精靈 不管呢是前期的換血 中後期的增加輸出都很好用 是有效增加輸出的手段 奧業部分呢建議帶暴怒或者暴走 你也可以各帶五顆 覺醒的話呢就沒有這兩者好了 不過也是可用的替代方案 初裝部分呢最採用的是這一套 其實這套初裝呢已經相當很久了 以前呢成星的位置是天成雲 當然呢成星是更好的裝 最後一件裝備呢復活甲是必買的 復活甲用掉之後呢可以賣掉改成死神 玩拉維爾呢 基本上魔紋路對線是不怕的 只要呢我們有被動疊起來 換血誰都不怕 換血之前呢可以先利用小兵野怪 先把被動疊起來 拉維爾比較大的缺點呢 一是守藏問題 二是位移問題 不過這兩個呢其實都不應不會特別大 守藏的話呢 敵方沒進入我們射程我們就別打架了 位移的部分呢 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保牌的原因喔 關於二技能部分呢 他目前只是免疫控制而已 但是呢那就夠用了 以前二技能呢可以擋掉一整個技能 那時候比較強 再來我們大招也是個很好用的工具喔 不管是開戰還是撐助攻 甚至呢有機會受到殘血英雄 遊戲時間大概五分鐘 這時候呢我們跟我們凱撒路進行的換線了 這場呢我們的輔助是洛伊 有些輔助寶牌呢會更強 像是海倫呢 或者皮皮 玩拉維爾呢 或者玩射手你挺需要注意 敵方的中路跟打野是誰 畢竟呢你最常被這兩隻抓 要考慮好應對方式 這場的話呢就是布萊特跟莉莉安 用好二技能呢躲掉他們的暈眩 那就沒有拖大的問題 只要他們進入射程呢就可以打架 打架呢可是一點都不怕 關於我們的轉線呢也不是隨便爛走的 地圖呢要常看 注意一下呢敵方 有沒有在某個點埋伏我們 如果他們都在上路露頭呢 那代表我們其他路是安全的 亡倫軍中咋個大招 哦 超遠距離擊殺莉莉安 那這也是多看小地圖的好處咯 拉維爾本身的操作呢其實非常簡單咯 沒什麽操作的點 一技能跟二技呢點一下就開啟 開啟連射 開啟護盾 所以呢我們省下的精力 就可以花在看小地圖咯 看小地圖呢除了可以像剛剛一樣 幫我們拿人頭 幫隊友助攻開團 也可以呢避免我們被抓 前期我們的唯一目標呢就是發育 還有不要被抓 不要被抓 等我們就能夠發育 就自然會肥 這版本呢不管是什麽東西 給的錢都很多咯 加上呢有很多保護機制 很容易進入我們的強勢器 比你想像中的更容易 只要呢成功肥起來之後 那 那不難 肥起來之後呢 而且推他的時候打團的時候 有隊友保護 那就沒問題咯 我們注意到莉莉安在下面的草 早就看到他咯 請莫拉吃個暈眩 結果他叫我瞬移 莉莉安應該還蹬在這的 二技能 我們剛走到個位置呢 是預判他的暈眩咯 他沒用暈眩的話呢 傷害就不夠了 成功把他帶走 幫隊友吃個武將 這不打現在呢敵方打兩人 遊戲時間差不多花分而已 可是已經感覺出呢 我們傷害有顯著的提升了 從這時候開始到遊戲結束 都是我們的強勢器 基本上呢買出聖劍雙刀 打人就很痛了 買出誠心呢更是 無可阻擋 射坦克都一樣痛 像這邊呢右邊是安全的 所以呢左上方很有可能有人 沒有人 OK 發現敵方的位置了 已經大致掌握 洛伊這裡被抓 注意一下梅娜 你剛被抓到呢 可能會出事了 其他兩個人都在 如果我們死掉呢 再掉中塔那就 可能會直接變逆風 敵方的莫拉 好 OK成功帶走 差一滴血 回去補個狀態 我們先往下路走 中路露頭兩隻 哎呀差一點 這個暈車呢很有機會可以命中 剛好在人群中差這樣的龜 拿下個紅 拉維爾呢也是很需要紅的 沒有紅的話呢不好連人 有紅的話呢強度高不少 那玩拉維爾呢經濟都能吃喔 那玩拉維爾呢經濟都能吃喔 畢竟呢我們是遊戲中 這個凱瑞的核心英雄 我們已經買出吃血弓 被利難炸的有點痛 但有東西的話我們就能夠吸血 OK這個塔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暈到敵方的莫拉 莫拉一滴血跑回家 已經失去戰力了 莉莉安過來抓我們一下 有把兵線清掉 但是能成功擊殺莉莉安 這邊下路高地塔也退掉了 那這波很賺 點塔呢也是射手的核心架子 往中路走 好可惜喔 也好可惜耶 敵方還沒有附回喔 喔喔柏 踩到仙境卡 那我們就順便回來拿個紅 雖然拖到後期也沒關係喔 畢竟後期我們也是很強 但是呢为了不要增加变速 尽快结束吧 射到亥犹 被美娜抓过去喔 被坦克抓的时候呢 要注意他们后排输出 只要后排输出没靠近我们呢 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输出 OK 利用洛伊的技能重新回到战场 这边敌方失去战力呢 那这个中塔就守不住了 赶紧把他点到 抓到莉莉安 带走 莫拉也没了 那最后 看来是主宝了 这场呢相当的稳罩稳打喔 不过也展示了烙烈的核心价值 前期呢尽可能的发育 而且不要死 中后期呢就配合队友参团 稳稳的点过去 就像一个死亡血球 那这位呢我是尚恩 感谢您收看喔 希望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